近日某包记者从沈阳获悉 为了在2013年蛇年春晚献出精彩小品 赵本山除邀请御用编剧引其积极创作小品来 另一名80后女孩善丹也进入其春晚创作团队 据悉善丹是一位双下肢瘫痪的轮影女孩 曾为电视剧马大帅 创作片围曲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这首歌也成为她艺术创作道路的起点 善丹说自己两岁时就得了脊髓血管病 双下肢瘫痪 但从小爱唱歌 一直是班里的文艺委员 1995年 善丹开始在沈阳的一家餐厅唱歌 赵本山和夫人来吃饭时 偶然听到了她的歌声 并鼓励她要坚强快乐 2012年春节前后 已结婚生子的善丹 决定从沈阳到北京闯荡 得知这个消息后 赵本山再次伸出援手 安排善丹夫妻到本山传媒上班 善丹也成为了本山传媒的一名编剧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关注着我 我心里早已经把她当成了亲叔 酷溜娱乐 宇文苏蒂为您整理报道 接着我来说